10個衣服 哇靠 10個衣服 哇靠 10個衣服 哇靠 再一盒 10個衣服 哇靠 再買一個就等於買了那個50盒的量喔 沒有 哈囉大家好我是PIN 那我們今天繼續來玩一下我們的極速領域囉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上一次我們抽完暗夜黑雨禮盒之後啊 就跟大家講說我們今天要來抽一下我們這個 雪淵白雨禮盒啦 那這個的話我是比較喜歡因為他是白色系的喔 跟我們黑雨不太一樣就是他是那個白色的 那不是因為他是黑雨我才不抽好不好 而且你們看到這個透光的角角 真的是超美的好不好 你知道人的話呢有一句俗語啊叫做什麼 朦朧就是美有沒有你看這種 被那個白沙裹住的角張看不太清楚就整個就很漂亮 我完全看不出來一石瑕疵好不好 而且這個的話他眼飾一樣也是加二的所以 讚啦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抽一下我們這個 雪淵白雨禮盒喔 那如果你之前前一段時間也有抽到我們 就是暗夜黑雨的東西的話 基本在我們活動這邊的話呢這個 他你只要抽到他的一些裝飾或是一些法飾的話 他就會送你禮盒喔所以還不錯 那我們是有抽到但是我們沒有抽到衣服啦 那衣服送的還蠻多的 而且他這邊連男生都有變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男生的話 也可以去抽一下男生的 因為他會有那個男生額外的盒子喔 那這邊的話黑雨的那個禮群的話是適合的喔 所以還算是不錯啦 但是我們沒有抽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來抽一下我們這個 雪淵白雨禮盒啦 我們先來看一下剛剛那幾箱 搞不好就全中了對不對 開六槍 GOGO 欸 嘻不嘻 直接永久頭髮就登場了 太讚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總共1238個鑽石 我們來看一下哈 希望是這樣就直接畢業了好不好 1035好不好 抽到 抽到脫褲 抽到剩下203 來 GOGO 50箱 拜託 全中吧 GOGO 好 這個戒指有了 然後再來是永久的鞋子 然後再來是 然後再來是 永久的翅膀 然後再來是 用 沒有 手杖沒有永久的 哇 又是衣服欸 感覺會被這個衣服給害死喔 目前的話我們就是衣服還有手杖跟那個掩飾沒有 喔 它還有耳環欸 有專屬的耳環欸 好吧 那我們就 找姐姐拿錢吧 哈哈哈哈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鑽石又來到我們6483鑽啦 那剛剛其實只差我們幾個沒有抽到而已啦 這邊的話只差了我們的 那個衣服跟手杖 還有我們的眼飾 戒指 耳環好像也還沒抽到 差三個 那我們就先來買這5包吧 這5包感覺應該就有可能會中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開6包 就直接中了我們永久頭髮 還算是不錯啦 我怎麼覺得比那個 暗夜黑羽好多了 我的天啊 難道是因為黑羽的關係 好 這邊的話沒有問題喔 買完了 那我們就先開這5盒 5盒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就有機會可以送一下我們的衣服囉 耶 沒有但是我們有中到耳環啊 還不錯 這個永久的這個血淵白羽的 耳環 那再來的話呢 就不演了 我們直接50盒給他下去了 反正 10盒應該也不會那麼容易中好不好 50盒應該就畢業了 GOGO 50盒 來 手杖永久 幹 欸屁啦 我們還缺衣服是不是 真的我們還缺衣服 哇 欸衣服有這麼難抽是不是 算了我買10個 10個一定中好不好 10個衣服 哇靠 10個衣服 哇靠 10個衣服 哇靠 再一盒 10個衣服 哇靠 欸再買一個就等於買了那個50盒的量喔 沒有 完了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就適合買到底吧 不然都已經這樣子了 喔來 太好了 好啦 這樣就全部都抽完了好不好 這樣這就是我們的 白羽套裝全部啦 那其實還蠻多觀眾問哲平說 啊你那個 黑色的沒有抽出來 你心裡不會不平衡嗎 其實還好欸 但是既然你們都這麼講了 我們也抽一下好了 這個 220 抽出來好了 應該可以了吧 欸 耶 蠻討厭的好啦 全B耶 YES 好啦那我們這樣 黑色白色都有囉 還行 那我們來換一下我們的套裝吧 好 那我們整套換完是長這個樣子喔 其實搭配我們這個都市幻想的話 真的還蠻好看的欸 我真的覺得這個雙馬尾亂搭欸 那整套加起來的話 一樣就是108分啦 就是最高分 然後有眼飾又有那個 耳環喔 耳環這邊也是2的 所以也可以戴一下 如果你喜歡這種那個白色耳環的話還不錯喔 那這邊的話黑色耳環也是可以 也是加2的喔 所以這整套的話 基本上可以做一個混搭啦 還行 然後做一個 這會不會太突兀了 哼 要不然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換一個那個白血喔 所以就可以自己做一波混搭 我覺得還算是不錯的 那我頭粉要換成我們的雙馬尾啦 超讚的好不好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樣來去跑一下我們的圖吧 今天一樣來練習一下我們的那個就是飛岩漿啦 我覺得今天其實還蠻好運的欸 我的那個 我的黑羽竟然是一下子就是 石河就直接中了那個衣服喔 真的是 還不錯 這感覺這一套 好像也有點機會可以看到 但是好像 會被他的砰砰群給遮住 他有點像是婚禮欸 那種套裝的感覺喔 我真的覺得這個雙馬尾好好看喔 真不錯欸 我們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順利飛到岩漿喔 昨天是 前面有飛成功 但是後面就是 唉唷 前面撞爛了 這前面其實這個直線跑道也不是說那麽難 不是說那麽簡單喔 所以大家跑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一下 要小心了 然後這邊 過來 然後這邊 再來一個 好 不要撞牆就好 不要撞牆就好 撞牆就沒氣了 來 然後甩票 過來 開始突然 過去 唉唷 這是什麽一回事 呵呵 這卡邊邊角角差一點直接撞牆去阿 還行阿 可是這樣應該會慢許多 而且我們這邊沒有衝起來喔 那這邊衝起來之後呢 好像要藉由一些那個小噴延續 就是延續到上面 所以這邊也是一個蠻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做的地圖雖然很短 但是其他要在意的東西也是蠻多的喔 我覺得後期一些就是三四星地圖來說的話 都是這麽一回事喔 哇塞我這邊直接爛掉了 我在幹嘛 GG 唉唷 你看這個石頭 每次都在搞我 撞爛了 撞爛了 好 過來 然後進階 沒出來 沒關係 再來 唉唷 差一點GG 甩票 快速出彎 過來 唉 這到底在幹嘛阿 遺風很卡牆欸 我的天 唉唷 出發出發 然後這邊呢其實是可以做一波那個 延續的 就是把那個我們那個快速的那個再延續過來喔 哇這場跑超爛的 1分4幾 哈哈 欸 還抓水鬼 哇塞 太會了吧 GG 來看一下結算畫面 真的還蠻好看 我真的超喜歡這個雙馬尾的 超讚 好不好 超讚 而且白色眼飾真的不愧是白色眼飾喔 讚讚的 好這邊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應該是沒用 果然是被蓬蓬群給擋住了啦 所以 蠻可惜的一刀套裝喔 哈哈哈 不然還是海星最懂人心啊 好 那我們最後的話呢 我們就來跑一下我們的排位啦 目前是星耀4的85分喔 看一下 能不能 嘿嘿 再跑出一個好成績 這邊目前有龍門新村 然後反向亞特蘭蒂斯 哈比人 龍城登海壓水樂園 壓水樂園BAN掉 不太會跑喔 雖然反向亞特蘭蒂斯我也不會阿 唉唷 我還以為會翻捏 就又是哈比人 好啦那就大家 祝大家跳岩漿吧 哈哈 這個地圖就是我的詛咒地圖啦 沒問題 好107 拿最高分 唉 哇沒有 做這個動作如果轉圈沒有看到那個的話 就看不到了 不過真理好美喔 而且我們那個翅膀啊 感覺就是 有點像樹枝的感覺你知道 樹枝上面再加點花朵那種感覺喔 好 來吧 來看一下哈 哈比人 我的主場你們全部掉岩漿 欸這邊好我們有 比較衝出來一點點 撞一下大家 不要小心 我才剛說要小心我就爆炸了 哇這邊我們沒有那個氣 沒辦法衝起來 這邊大家應該會飛奔喔 然後我們就卡位 卡位就對了 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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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用快出咧 一點氣喔 然後這邊 衝起來 然後這邊 快出 快跳 衝起來 突接蛋器出完 再一個進蛋出完 這邊快出 然後這邊 再一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快出 把氣補回來就對了喔 因為快出他可以把氣補回來啦 所以非常建議大家用一下快出 我覺得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直接拉開了蠻遠的距離喔 然後這邊 WCW噴 沒按出來 沒關係 過來 噴噴 然後 緊接 噴噴 煞車 噴噴 煞車 掉眼漿 他們掉眼漿 我不會 好 這邊已經拉開蠻長一段距離了 我們可以耍 我們可以耍白痴了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欸欸欸 等一下等一下 欸看 不要 不要 哈哈哈 好吧 hon blade 好吧最後被我們自己玩掉了 好啦那我們今天抽的就是 我們那個 雪淵白雨禮盒喔 那基本上我們也把 暗夜黑雨禮盒的那個衣服也都抽到了 雖然兩套實裝都殺青 我覺得其實這樣搭起來還蠻好看的 白色衣服再加上黑色的翅膀 配上我們這個 雙馬尾好不好 再加上演示 這樣107分 讚不讚 讚齁 可以在下面留下你們的分數 我覺得這套還蠻讚的啦 好啦 那你覺得哲平最後那個真的是有夠白癡的話 可以幫我影片點個喜歡囉 那每天周十二點跟晚上五點半跟晚上九點 都有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我們下影片再見囉